不是咯 好饿的毛毛虫 月光下 一个小小的卵 躺在树叶上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暖暖的太阳升起来了 啪 从卵壳里钻出一条 又瘦又饿的毛毛虫 它四下寻找着 可以吃的东西 星期一 它啃穿了一个苹果 可它还是觉得饿 星期二 它啃穿了两个梨子 可它还是觉得饿 星期三 它啃穿了三个梨子 可它还是饿 星期四 它啃穿了四个草莓 可它还是饿得受不了 星期五 它啃穿了五个橘子 可它还是饿呀 星期六 它啃穿了一块巧克力蛋糕 一个冰添淋 一条酸黄瓜 一片瑞士奶酪 一节萨拉米香肠 一根棒棒糖 一块樱桃馅饼 一段红肠 一只杯子蛋糕 还有一块亭西瓜 到了晚上 它就胃痛起来 第二天 又是星期天 猫猫虫啃穿了一片可爱的绿树叶 这一回 它感觉好多了 现在 它一点也不饿了 它也不再是一条小毛毛虫了 它是一条胖嘟嘟的大毛毛虫了 它绕着自己的身子 造了一座叫做简的小房子 它在那里面待了两个多星期 然后 它就在简壳上啃出一个洞洞 钻了出来 它已经是一只美丽的蝴蝶了 哈利学前班 它不会糊涩 对它 它不完蛋 它是一只在 它不完蛋 它不完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